见到这一幕 一直看秦毅臣不顺眼的象哑 此时也是别了别嘴 没有说什么 撇过头去 倒是小向轩 却和秦毅臣关系亲热了起来 大哥哥 你真的是恋丹师啊 向轩睁着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看着秦毅臣 怎么 轩轩也想成为恋丹师吗 秦毅臣嘴角 亲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对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她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看着她 秦毅臣就忍不住想起了小灵儿 当即她脸上的笑容 更柔和了几分 或许就是因为 她此时流露出来的善意 向雅美眸之中的警惕 才是稍稍地缓和了一点 哼 别以为一点丹药 就能把所有人收买了 我可不去你这一套 向雅语气依旧是冷冰冰的 说完 她才是对着那向武走去 秦毅臣摇头苦笑 难道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吗 小兄弟啊 你别介意啊 哑丫头呢 岂是人不坏 只是这一次出来啊 发生了太多意外了 所以脾气才差了些 说话的是 初日拥兵团的二把手 是一位大武士巅峰一径的强者 名为刘真 没事 秦毅臣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向轩身上 她总觉得在向轩身上 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其实她一直都站在向轩旁边 她觉得如果魔术的目标 不是自己的话 那就是向轩 只是小丫头身上的气息 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异状 这才是让秦毅臣 感到奇怪的地方 刘真拍了拍秦毅臣的肩膀 大有深意地说道 刘老科放心 他脸上的凝重 让秦毅臣也不敢太过于放松警惕 便是缓缓地靠向两姐妹 若是出事 他也好照应 大哥哥 我们会没事的吧 向轩抬着头 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他 瞳孔内有几分惬意 他毕竟还只是一个 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而已 也并没有多少自保的能力 若是换作是其他人家的孩子 估计 看见那种血腥厮杀的场面 就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当然会没事 秦毅臣微微一笑 蹲了下来 伸手揉了揉喧喧的小脑袋 安慰着小女孩 不过下一瞬间 他的手掌却是一顿 他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脖梗上 在他脖子上 一根细小的丝线 吊着一块白色的石头 看见这块白色的石头后 秦毅臣的目光顿时为之一致 大哥哥 你也喜欢这种石头吗 见到他盯着自己的吊棍 向轩像是献宝一样 将白色的石头拿了出来 在他面前显摆着 在他将石头拿起来后 秦毅臣才看到了 这所谓的石头的全貌 石头呈白色 但是里面却好像是 有一团雾气 活动的雾气 在里面飘忽不定 很是奇特 喜欢 秦毅臣当然喜欢 在见到他脖子上 挂着的这块石头后 他终于明白 为何他们会一直 遭受魔兽的袭击了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石头 而是一枚兽魂 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兽魂是灵静以上魔兽 在死亡之后留下的经核 注意 这里说的是灵静以上 就是说 哪怕是灵静的魔兽 也不一定能够衍生出兽魂 这取决于魔兽体内 有没有魔魂 魔兽的魔魂 其实就相当于 人类的武魂武者的武魂 人类世界的武魂武者 极为稀少 至少到目前为止 秦毅臣都未曾遇到 一个武魂武者 那绝对是极为稀少的存在 而小萱萱脖子上挂着的兽魂 其实就是一只 静静在灵静以上的 武魂魔兽残留下来的 在兽魂之中 不仅拥有着魔兽 死之前留下的精血 在其中 还蕴含着一道残留的意念 若是能够吞噬掉兽魂 那一些低级的魔兽 甚至有可能发生变异 从而变得异常强大 而且对于兽魂 魔兽天生 便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应 在迷雾森林中 随身带着这么一枚兽魂 对于那些魔兽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这也难怪 初日拥兵团 会遭受那么多魔兽 近乎自杀式的攻击了 当然 对于武者而言 服用兽魂中的精血 也能起到非常显著的脆体效果 但是 前提是 要能够承受住精血中的 那狂暴的意念 不过 灵境级别以上的魔兽残留的 狂暴意念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够承受得住的 而有着超前记忆的秦逸臣 也知晓 兽魂一些其他的用处 比如 兽魂对于武魂舞者来说 就有着巨大的滋补作用 甚至能够提升武魂 这也是武魂强者 强大的原因 若是他们能够炼化 拥有特殊属性的兽魂的话 武魂也会变得更为强大 当然 最让秦逸臣好奇的是 这兽魂 小萱萱是从哪里得来的 要知道 哪怕是在中州地域 兽魂也是极其难以见到的 并不是说 所有武魂魔兽死后 都能够留下兽魂 而且 以初日拥兵团的实力 也绝对没有办法去抗衡一头 灵境以上的武魂魔兽 不过对此 秦逸臣虽然好奇 却也不好多问什么 只能静静地等待 事情的发展了 在行进中 夜色也是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下 悄然而至 夜幕下的迷雾森林 可见度变得更低了 即便是有着火把的照明 视线所致之处 也只能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赶路 无疑是极为危险的 所以在天色完全黑下来后 项武便是安排佣兵团的众人 就地扎营 不过是片刻的功夫 老练的佣兵们 便是将尖锐的木刺 布满了营地的周围 十余名佣兵 也是盘坐在营地之内 手掌紧握着自己的刀剑 整个营地中 出奇的安静 唯有火堆剑射出火苗 所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响 秦逸臣 盘坐在众人包围的中心处 在他身旁 便是项萱和两名伤员 他也是场中 唯一一个眼神始终保持平静的人 浓浓的雾气笼罩着林间 突然 一种令人作呜的腥风 隐隐地渗透而来 来了 秦逸臣的手掌 轻轻地扶着小萱萱的脑袋 低声轻难 啥啥啥啥啥啥 他的话刚落下 在雾气弥漫的森林中 突然便是有着稀稀素素的声音 然后 一双双赤红的兽童便是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枪枪 望着突然出现的魔兽 初日拥兵团的众人面色也是凝重了起来 旋即 一个个拥兵都是站了起来 手中的刀剑也都出鞘 周围聚集而来的魔兽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越来越多 不过短短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便是已经有着几十双赤红的兽童 出现在了迷雾之中 看这模样 甚至还有增加的趋势 望着周围如此之多的魔兽 秦义辰的眼中也是掠过了一抹诧异之色 看来 小萱萱怀中的兽魂 恐怕等级还不低啊 在秦义辰身边的小萱萱 望着周围出现的如此之多的魔兽 小脸都是被吓得有些发白 一只小手更是牢牢的拽着秦义辰的衣衫 似乎这样可以给他安全感一样 因为他总觉得那些视线都在盯着自己 就在这些魔兽出现不久之后 突然大地一阵的颤抖 接着两道极为凶悍的气息 出现在了迷雾之中 啊 巅峰二净的魔兽 察觉到这两股凶悍的气息之后 初日拥兵团的众人 面色都是变得有些惨白了起来 甚至连向武的眼神也变得极为阴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